哈喽大家好,吉祥如意 那今天是初三 正式我们开始 很多人在这个初三开始就已经上班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比较简单的来给大家分析 就是开工 开工人家会做什么一般 我们说开工后很多人会 就是可能还没有正式进入 那个做工的那个状态 可能有些人已经进入了 但是要是你还没有进入也不要紧 不过我们开工自己最起码 最起码我们会做的一些事情就是 我们要知道我们开工后 财神也会从哪里来 这稍微就是对一些 可能做生意的朋友会有一些 呃讲究 因为我们开我们开工后啊 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去接财神吗 不是说呃开的年接财神 开工都要接财神 那么我现在这个视频还来得及给今天七号的朋友 开工的朋友啊 看一下这个 那么这个视频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呃这个 二月七号二月七号就是今天我们也叫做以害以害日啊 属蛇的朋友不能用这一天来开工啊是尽量不要是最好哦 然后财神也会从东南方来 所以今天开工你要找出东南方的位置 那在这个位置呢可以说一些吉祥话邀请财神或者一些呃好的事情在朝向东南方求财神来扶持这一年的事业生意工作 怎么样的大力的得到帮助 这个是在二月七号啦 啊 啊 啊 下一个就是明天 也就是二月八号 我们叫做丙子日 那这一天呢是其实 在开工几日以来 八号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日子来开工 最最最好的日子吧 我是这么说吧啊 真的是很好的日子 啊 那这又是个星期五 所以非常好 但属马的朋友不可以在星期五开工尽量不要啊尽量不要 但是在说蛇生肖的时候 其实有分享到哪一个生肖在哪一天最好是不要开工先啊 但是啊不要紧这边再一次和大家分享 但财神会从哪里来财神会从正西方来 啊 二月八号的朋友开工的话 应该要向着正西方朝向这个正西 那朝向正西会是什么呢 接财神 请求财神 呃怎么来到我们的呃office 我们的店我们的家来扶持啊 这一年通常是做工吧开工嘛 不一定要讲家啊 就是店office啊 呃有有有败的是最好 那没有败的也可以向着正西方 请求财神也来啊 你开工第一天开工你向正西方跟财神讲说 来到我们的office给我们好运给我们好的能量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energy会从正西方来 very good very good 那么下一个就是九号 因为九号是一个星期六 九号是一个星期六 我们叫丁丑日 鼠羊的朋友不要在这一天开工 不过星期六嘛 有可能有一些人 不会在星期六开工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星期六开工 财神也会从正西方来 但是正西方不能用 为什么因为正西方有这个恶神 所以如果真的九号开工的话 不要向这正西方接财神 啊正西方有这个恶神存在 所以最好就是在西北 但你不能接财神 你能接贵人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九号开工的话 那没有办法 我们就向这西北方迎接贵人 来到我们的店 来到我们的这个office 我们的办公室 请就贵人扶持大家 这一年里面呢开工 顺顺利利 ok 那么下一个就是 呃 二月十号 这个是个星期天吧 但呃 星期天 应该我相信没有 没有人会在星期天开工 那如果你真的要在这个 呃 星期天开工啊 属猴子的朋友不可以用 那财神爷会从哪里来 财神爷会从 正北方来 正北方 向着正北方请求财神爷 来到我们的office 来到我们的店 给我们好运 整年事业顺顺利利 这是非常重要哦 非常重要 呃 这一天呢 如果是那些属五星属木的 哦 会非常好 非常好 呃 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十一号 二月十一号 二月十一号 我们也叫做吉毛日 这一天呢 属 属鸡的朋友 不要在这一天开工 那么 财神爷是从北方来 但是这个北方有五鬼 所以这一天 也是同样的 不可以接财神 不可以迎接财神来 不小心呢 你拿香 拜的话 可能不是财神来 可能五鬼来了 所以 这一天如果你要十一号开工 用西南方 用西南方来迎接贵人 而不要迎接财神 那贵人来可以可以帮我们扶持很多的东西啊 就是 呃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呃 呃 如果现在有犯到一些障碍啊 贵人来扶持啊 如果公司很多争吵啊 很多的那些意见不合之下啊 请求贵人来化解啊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啊非常方式 还非常好 但这一天 如果你们想要烧些什么贵人金之类的 都是可以的 但一定要向这西南方 一定要向这西南方 下一个就是 12号 ok开工几日 这一天如果开工的话 12号 属狗的朋友不能用 ok属狗的朋友不能用 那那这一天最安全 财神员会从 正东方来 ok 所以呃 在这一天 如果说你 你是12号开工的 星期二 这样 这样晚才开工 那我会觉得是 非常好 非常好 但要是要再晚一点 我跟你们讲 等一下下一个 更好 13号 2月13号开工的朋友 这个是属猪的朋友不能用啊 但是财神员依旧是从这正东方来 所以我们当天13号开工的朋友 正东方 向着正东方 请求财神来 14号 如果你真的真的可以 不用那么早就开工 不要像我们现在就开工 你可以等到很晚 14号 在整个2月份里面 14号是最最最旺盛的 一个日子 这也是一个情人节 所以大家 应该去庆祝一下情人节 啊去 啊跟朋友切蛋糕 那些结婚的也可以带老婆去餐啊 去去去 去 啊吃个晚餐 那些有男女朋友的 也是这一天可以庆祝一下 那是单身的话呢 都可以找朋友一起来庆祝 那都是非常好的 但这一天的财神也会从 正南方来 而且这一天是大吉日 我非常建议这一天哦 就是 呃 呃 可以就是 拜一下 拜一下 真的会很好很好 你可以跟我们请那个财神包 啊 财神包 因为从现在到14号还有点时间 可以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请那个财神包 或者就是 同时贵人金一起 啊 一起烧上去 在这个正南方 朝向正南方 迎接 财神来到 啊 生意的店 啊 公司 啊 扶持大家 不一定要给生意 扶持 工人 扶持老板 扶持 店的生意 都是 可以用的 向正南方 那么这个视频就是 要介绍给大家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开工的这几天下来 我们开工了 不要只坐下来 坐在那边 这样 你看我我看你 然后还没有进入这个状态 一开工要有那个士气 那最好就是向这个 集的位置 迎接一些贵神 迎接一些财神来 来扶持我们 这一年的工作顺利 啊 扶持我们这一年的 这个 营业额 我会忽然间 啊 倍增 因为毕竟就是 今年就是没有春 春的一年 啊 那么如果你们想要跟我联络 可以通过微信 啊 可以通过微信 然后把那个扫描 然后和我联络 关于八字啊 风水啊 八字课程啊 在10号开始 都可以的 好就分享到这边 吉祥如意